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若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学了函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调用方法 以及自定义函数的制作方法 但是系统函数咱们还迟迟没学过 系统函数一般都是在你没招的时候 系统函数都有帮我们实现的功能 也就是常用的功能 只要是你这功能比较常见的系统都给我们写完了 对吧 那今天呢 咱们这节课 咱们就来完成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便利文件夹 好吧 那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先考过了一个系统的文件夹过来 在咱们这个里边 咱们找一个比如在APDS里边 咱找一个 看这就是一个文件夹对不对 里边是不是有很多文件夹和文件呢 我把这个文件夹 考到我们这个目标 虽然有可能有很大的 但不要紧 咱们去用程序把它便利出来 看一下它这里边有哪些文件 其实这节课咱们应该属于地规的内容 但是地规咱们要放在这节课之后 咱们去学习 因为咱们看 有的事办不了的时候 那么地规就能解决 咱们就可以学习地规了 好吧 那这里边辨的文件夹 那这文件夹我应该换一个名字 好吧 我就叫P&P买拍的 嗯 那现在首先我要选用程序 辨的这个文件夹的话 那咱就得自己编是编不出来 对不对 因为有些功能是写不了的 那咱就得借助于系统函数 对吧 那系统函数呢 有这么几个函数 就是目目处理函数 比如说找函数部分 咱们找一下这里边 有没有文件处理函数 嗯 对文件扩展 看到了吗 这里有文件扩展 当然有目录函数 看到了吗 你看这些就是目录函数 对吧 有专门读目录用的 对吧 但是目录这是一个资源 就像我们想操作哪个目录 我得把这文件夹是不是得开开 现在是不是这资源打开着呢 我才能看这文件里东西 所以目录我们要先打个资源 你看有个OPDR是打开资源的 然后有读目录 对吧 然后还有关闭这个资源 就相当于这文件打开之后 我这么一点 是不是就关闭掉了 对吧 然后呢 我现在还需要关掉之后 重新用 是还得打开 对吧 这就是资源的概念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想读这个目录 首先我得把这个目录资源打开 用什么 OPDR 那读哪个目录呢 我这会儿先把这个DR 目录名列出来 叫做当前目录 对 PIRP 是有个这个目录对吧 我把这个$DR NAME 这个还是一打开就有个资源了 就相当于我打开的什么 文件夹就这么打开了 对不对 有的资源 我就可以操作在下边的目录和文件了 那么我们这会儿打开之后 返回来的就是一个资源 $DR 对吧 这叫 打开 目录 资源 OK 打开目录资源 又打开 我中间是不是操作 像一个文件夹打开之后 是不是后期的关闭 关闭 对吧 然后我这块关闭用什么 CROSE Close DR 资源要打开 就是个关闭 这个就是资源 看到了 这就关闭 中间我们是不是就在打开的资源中 网路读 对不对 读的文件叫做READ DR 读目录从哪读呢 从道路DR 那 读完就给我返回那个什么 当前这个目录名 当前里边的第一个文件名 那这个目录下第一个文件是哪个文件呢 DEOC吗 不是 我们用这个看一下文件夹 这也看不到 我们可以用压缩的文件之类的 见过那种压缩的 像这种 比如说把它压缩到这个里边 看 收记 我们看到这里边 有没有个点点 有吧 点点是上级文件夹 看到了吗 点是当前文件夹 对吧 任何文件夹里边都有默认这两个具柄 见了吗 点代表什么呢 当前文件夹 点点代表上一级文件夹 所以呢 你从这个文件里边读的第一个文件 你看我现在用系统函数 打开资源从里边读 看到了吧 那这个读的 应该是谁啊 第一个文件应该是点 当前文件夹 知道吧 他有点真理 这有个点 对吧 这么大的一个点 那我读第二个文件应该是谁啊 对吧 因为他排序的话 第二个就是点点 对不对 那第三个就是谁啊 对吧 那我一直下去呢 是不是这个木顾下的什么呢 是不是这个文件都出来了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读不出来了 当这个瑞的第二读到文件结尾了 他就反归假 听懂吧 那如果这个文件很多的话 咱现在我复制很多的话 你可以可以看到 对不对 那我这话 既然读到文件结尾是假 我可不可以这么办 对 用外务循环 记不记得外务循环是条件性循环 对不对 从这个里边读文件 $5里边等于什么 RDADDNR读取文件 那个$DNR是从你资源里读啊 但是我循环的时候 我不要点个DNR件 所以我可以读过去 当然你可以判断啊 $DNR读两遍过去 是不是就把点个DNR读过去了 对吧 里边是不是就正式的文件了 你看 什么时候变成假 如果读到文件 是不是就返回这个文件名 对不对 如果读到文件结尾了 怎么的了 是不是等于假了 对吧 等于假了 当然我们这还可以扩起来 怎么办 正话 等于假的时候 看到了 全等于假的时候 这也是可以的 对吧 当然你直接那么写 怎么办 也是可以的 对吧 是假的时候 是不群吗 就不群吗 所以我这里边 直接输出这个文件 BIR BIR换行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所有文件都读下来了 对不对 但是我读的所有文件 这里边 我也可以判断 哪个是目录 哪个是文件 对吧 怎么判断呢 我这么判断 行吗 如果用A字DR 如果是目录的话 Dollar profile 读的文件是目录 然后我输出 什么呢 入入谁呀 Dollar profile 第二换行 可以吧 否则 我输出 你看 是不是都借助于系统 还是说文件 Dollar profile 第二 对吧 你看 这几个 现在 咱们学了几个系统函数 也就是平时在写程序的时候 咱们会用大量的系统函数 来帮我们实现效果 现在我们读目录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快把函数学完了 所以咱们用一些系统函数来解决这个问题 比较实用的 对不对 打开资源 关闭资源 读程序 是不是还进入前面的循环 咱说Wile循环是不是最常用的 是 经常做这种调整的循环 对不对 然后如果是目录 咱们这样 但是这也能判定出成功吗 你看一下 是不是全是文件的 对吧 而明明这里边有没有目录啊 有 是不是有目录啊 上面这么多目录呢 下面这么多文件 对不对 为什么目录没判断出来呢 对不对 不是韩日报是 路径的问题 对吧 你判断这个文件 就算你知道这个文件 假如说就算这个GS这个目录 对吧 这里边有没有呢 有 如果判断直接假如说 这会判断 GS这行吗 GS在哪啊 是不是这个目录下的GS啊 对不对 而咱们现在操作的目录程序 当节目录在哪目录 是不是在这个目录下 用太子乘写的 太子的判断GS在当节目录下吗 不在 而是在这个目录下GS对不对 所以当路径变成错了 那这话咱们判断谁啊 道罗 file 而这个道罗 应该是谁呢 是 应该等于 我再加上谁啊 道罗 什么 dnr 连接一个鞋盖 再连接一个 file 给他 是不是就连路径都给他了 对吧 这回我们就可以判断了 你也就知道 哪个文件是多少了 这里的程序有个错误 看一下在哪 dir dm 连接file 我看到错误解析是在第16行 14行 诶 这没有问题啊 连接一个鞋线 再连接一个 dl file 判断它是否是文件 但马上是没问题呢 dl name 用不识调试板 我们收入一下 这个 这是没问题的 对吧 然后这会判断 是出问题的 file 又复裂的 dl file dl 给他一个新的名字 dl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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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把这个打开资源这部分做成一个函数 我们调那可不可以呢 那我这话 你看我设置一下行上 我要这个缩进一下第五行到第28行 五行28行 缩进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函数 就是便利低压 就是风低压 什么便利这个目录 只要传哪个目录名 我们就能把这个目录给便利出来 对不对 我们在这调一下 风低压 里边传一个道路的第二 跟刚才的结果怎么的 是一样的 是不是同样的结果出来了 那现在我问个大家问题 我现在是能实现便利目录了 对不对 但是只能便利这一层目录 对 我想把所有的目录都便利出来 这个下边目录 是不是还有这些目录呢 那是不是同样的便利过程吗 这种情况就得用地归了 而地归呢 就是我们下个课要学的 OK 那有的时候需要地归的时候 你把它完成 那么你再介绍地归就会更容易一些 知道吧 那这样几个事我们主要是用一些系统函数 帮我们完成一些程序 OK 那都用到哪些 OpenDR 读DR 对不对 RedDR 判断手术目录 对不对 都跟文件处理有关的 所以在文件处理的困难度 对吧 那这是操作目录 如果想操作数据库呢 对吧 如果想操作email呢 如果想操作xml呢 如果想操作画图呢 是不是系统都有函数帮我们完成啊 这就是我们写程序的时候 借助于系统函数 帮我们完成我们自己想要的程序 对吧 在自定函数中大量的用到系统函数 OK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这样到这里 这节课就是我们为帝规做一下准备 也用一下系统函数 对咱们前面学过的函数的概念 进行一下复习 好吧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再见 踏 α 大 啊 站 enseñ 哇 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